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专制均种为中心讨论政治合法性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讨论政治合法性的一些基本的研究背景 另外讨论政治合法性的研究方法 研究的问题 以及如何把它引入那么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下 进而我们对传统政治合法性尝试着进行了分析 那么这次的主要的问题是讨论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 或者说在整个的传统的政治体系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现象 那就是所谓的宦官后非政治问题 那么这个是传统政治下面特有的 或者说宦官后非的问题 尤其在尤其在像东方这样的专制国家 它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 那么后非 我们知道所谓的宫廷里面的这种后非 这个可能更为普遍一些 那么像宦官 应该说在东方国家 在古代的东方国家里面 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这个 当然在那个古 比如说古巴比伦 这个在 像这个奥斯曼土耳其 像这个在中国的 比如说朝鲜半岛 都有这样的 所以在东亚社会里面 日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所以我们经常说 日本这个民族 实际上虽然地处东亚社会 但是它的很多文化的特点 跟东方社会差别非常大 于此可见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视角 或者说借这个机会 我们也可以讨论讨论 一些后现代的理论 借此机会 那么本讲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的视角 很多的方面去解读 这里面我们稍稍地延伸一下 那么在一个新的观察 这样的政治现象的视角 这种中国社会里面 独特的政治现象 那就是我们对于政治现象 那么从一种身体政治 或者身体视角来讨论 我们也可以解读为 像我们讨论的这种宦官 后非 实际上涉及到人类文明里面 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身体 和权力的关系 那么这一点 可以去主要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比如说福科的一些书 或者有关的介绍 那么身体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 整个的角度看 整个的过程 全过程来看 这个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对于身体的 如果我们按照福科的观点来看 实际上就是对于身体的一种 规训和驯服的历史 或者说用文明的一些观念 对身体进行塑造的历史 那么这种文明的 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权力 对身体的规训 所以权力和身体的问题 这是我们后现代理论里面 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的基本的观点是说 把我们人类的身体 当然身体不是单纯的肉体 身体承载着欲望 身体承载着价值观 因此把我们的身体 把它看作一个 一方面是文明归训的 驯服的历史 同时当然也意味着 是一种权力的 寻化的历史 在我们的身体 整个的周身 实际上 那么都无不要打上权力 规训的烙印 所以我们说身体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权力的符号 和网络 所以我们的身体 在这个意义上 并不是一个 没有一个 从来不存在一个 纯自然的人 而是一个被社会文化 被权力所建构的 这种身体 所以 从这样一个视角 我们大概可以解读 比如说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整个的生命 实际上属于君主 那么是一种 成熟型的文化里面 我们的身体 是属于君主 当然在儒家文化里面 略微不同 我们的身体 应该现身于一种道 一种道义 那么在现代民族国家里面 的身体叙事里面 那么 如果我们说 在现代民族国家里面 对我们的身体 也在进行了叙述的话 整个的民族国家的话语里面 是要求我们的身体 成熟于民族国家 成熟于国家 成熟于民族 成熟于民族 所以整个的历史 是一个成熟的 被驯化的历史 大家可能现在一听 觉得有点害怕了 不要紧 我们后面还会讲回来的 那么这是我们从历史的 所谓的历史性的角度看 我们把身体 如果做一个横斜面 我们每一个身体 我们打量我们的身体 那么它最核心的问题 当然身体 我们前面也曾经讨论过 我们的面部 我们的外在的形态 是身体建构的结果 而是权力 尤其是这种文化霸权的建立结果 文化意识形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是一种 总是被某种意识形态 所充筛 所建构的 所以 比如说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里面总会充满洋溢着 充筛的某种类似的意识形态 比如说阶级的观念 比如说种子的观念 比如说某些道德伦理的观念 美和丑 美和丑的 这种美和丑 这种道德上的 比如说 人要为某种道德而活着 某种价值观 甚至我们现代的精神病理学 对身体 也把人的身体建构成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对不对 这就是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所以我前面也曾讲过 所以这个精神病人 这里大家可以回忆 有的同学 还是上一次有些同学给我推荐的 《逃离丰人院》 这个电影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逃离丰人院》 那么我们现实版的《逃离丰人院》 其实在中国几乎每年都有 那么我们看到 有的人夫妻之间 家庭之间争夺财产 把这位老板就关进了丰人院 是不是 那么头两天 我看到的福建的这位 他的妻子把他老公 曾经先后五次把他关进丰人院 如果不是说坚强的意思 因为进去以后用电机 进去以后强行的吃药 挂药 他说如果我不是如此坚强的意思的话 我可能就针锋了 所以这就是说福克为什么对精神病院 他把现代社会的问题整个的引誉为一种监狱和精神病院 对文明对人类的身体不断的建构的过程 而且把人区分为精神病人和正常的人 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现代社会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另外比如说我们人类推崇某种普遍性的知识 我们歧视某些地方性的知识和话语 甚至我们要讲普通话 所以我们碎片化的方言是不能讲的 讲土话 不好意思 我们都要讲普通话 那么这是我们传统社会里面 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里面 迷散的呼吸着意识形态的空气 这种意识形态的空气 小到我们对于什么叫时尚 什么叫美丑 我们什么的生活观念 大到阶级民族国家的这些宏大的话语 我们总是无可逃脱的 要被某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建构 所以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 所以说从我们活着的每个人 我们无可逃脱的 这正是马克思到毛泽东都一直讲的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无不打仗这种某种烙印 社会存在的烙印 所以这是从最重要的 当然权力的网络 我们生活的一种符号和权力的网络中间 那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组建 身体的这种塑造 当然也表现在我刚才所说的外部的 我们的外在的形态 这种外在的形态 所以表现为比如说 我们的说话的这种声调 语气 我们的表情姿态 甚至我们的服装颜色 都是在无不在权力的规训 在权力的尺码下来表现的 是不是 那么我一直在讲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和一个不正常的 或者什么叫不正常的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 在一个民主的和不民主的社会 一个开放的和不开放的社会里面 人民的这几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大不相同的 在一个封闭的时代里面 那么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现象就不可能发生 甚至一种发型 对不对 一种头饰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对不对 你现在我们在座的有黄头发队 也有黄头 有短头发队 爆炸头 有董建华石头 有各种各样的头 有各种各样的发型 还有各种各样的服装 所以说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 这是社会 我觉得至少我们的身体的自由度在大 我们表演我们的身体 作为一种自我的意志的一种表演的 这样一个身体表达方式 那么比过去要多样化了 对不对 我们在座的服装 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所以这是非常可爱的 可是如果倒退过去20年 甚至是十几年都不可能是这样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几年多么快速的变化 在90年代初 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变革是在90年代初 不可逆转的变革 在那之前 甚至还有存在着对其装异服的规训 不准暴到 头发长来要给你剪掉 你到大学你考研究生进来了 你穿的这样子能暴到吗 裙子穿这么短 衣服穿这么暴露 不行的 审查不合格 所以我们面部的表情 你看看我们经常看图片改革开放30年之前 我们中国人们的表情 走在大街上 尤其我们青年人的身体姿态 我经常逛街 有时候我在大街上偶尔出现东张西望 我看人了 当然看男孩子 看女孩子 当然我就看到中国人的这种表情 这种身体的姿态 充满了活力和个性 这个由衷的感动 我们中国人民终于 首先在身体上有表达的空间和自由 当然了也有的表达暴露的很过分 所以我经常讲我们的声调 我们说话的声音 我们的句式都在变革 所以当然也受到各种文化 不要小看 比如像各种时尚的元素 流行歌曲 网络语言 都在改变了我们的语言句式 所以我们同学说话 都要逐渐的可爱 我们的语调里面 逐渐的增加一些讨论的因素 说话不那么绝对 不那么肯定 我们的声音慢慢的在放下来 我们的目光慢慢的在平和下来 这都是一个社会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 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 一个社会的更加文明人道化的结果 那么我们在生活里面慢慢的越来越少的 听到或者看到那一种表达方式 那一种表现方式 比如说充满了火药味 充满了战斗激情 充满了怨恨和仇恨的语言 康慨激昂其实有时候恰恰是一个社会怨恨和仇恨的结果 不能不平和 所以我们每每非常感觉到 在一个良好的社会 或者一个生活环境良好的人 各位试着想一想 一个生活环境非常好的 一个社会 我们童年时代在一个非常安全感的社会里面 环境下面生活 你的身体会很自然 你的语调会很平和 你和这个社会比较友善 你的语调很平和 你甚至谈话的时候 节奏比较缓慢 语调平和 节奏缓慢 随时准备倾听别人的说话 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质疑 这都是一样的 一个环境比较糟糕 或者说被某种 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某种官场文化的毒害过深 那么出来讲话 一般来说目不挟视 两眼直视正前方 对不对 然后讲话义正词言 那么这种语言的暴力成分要多一些 我们的语言的暴力 暴力的成分非常多 这个充满了痛恨 充满了为什么会痛恨 我们的文化里面为什么会怨恨的成分这么多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背后最重要的是 当然一个可能是压抑 对权力的渴望 没有公共生活 没有表达在公共生活里面表达的这种习惯和自由 没办法进行在公共场所里面进行正常的沟通 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那么这种权力的语言的毒害和暗示 我们大官小官 典型的毛式身体语言 一般来说是恰腰挺胸 所以我们看过去的政治人物出来都是恰着腰挺着胸 这是从上到下的复制 然后声音都是高八度最好 气势磅礴 所以甚至我们的波音源 你看看 你们仔细看看文化大革命是这种波音源 和现在的波音源的争议 当然我们新闻的声音 比如说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 我相信未来它还会降 逐渐的从天上降到人间 从讲神话讲到人话 逐渐的要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现在还略高了点 因为它要给人充满信心 要代表正义 代表真理在说话 所以在这样的文化下面 上了下的文化氛围下面 我们的每个人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被这种 都成为这种文化的一种模范者和表演者 是吧 所以说话要有气势 讲话要代表正义 所以为什么谴责 我们的语言里面谴责 仇恨 这种暴力的成分这么重 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压抑和渴望 另外一种就是模仿 因为太自信 这个背后是某种价值观 某种知识论在支撑 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 相信自己代表真理 所以谴责别人起来 义正辞言 恨起来咬牙切实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我的所诠释的 我们的整个的文化在权利 在这种文化 在那种过去的这种官场的文化的建构塑造下面 所以甚至我们的表情 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 实际上在一个慢慢的平和的 充满安全感的与人为善的社会里面 表情都会好起来 都会好起来 将会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